在如今电视选秀的轰炸下 大部分的观众早已经对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歌唱比赛产生了审美疲劳 更多真正喜欢音乐的80 90 00后年轻人选择进入场馆看演唱会 第一时间感受现场音乐魅力 对于在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来说 除了买唱片这样传统的音乐消费模式外 看演唱会也越来越成为主流的音乐消费类型 光是这个夏天多场大大小小的演唱会登陆全国各地 最大化的丰富了年轻人的属性生活 不仅仅是暑期的演唱会 总观今年的整个演唱会市场 光从数目上就有大规模的增长 从以前以广州上海北京为主的演唱会市场 已经扩展到成都长沙西安等各大主要城市 而每个城市 以基本每月有三场演唱会的规模 在逐渐影响着年轻人的音乐消费模式 与此同时 演唱会类型也增多 不仅仅是华语乐坛的主流歌手 欧美韩国歌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举办演唱会 也增加了观众的选择 过去的话主要是以华语的流行歌手为主要的市场 那么从近几年开始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和国际的和欧美的流行歌手 大家有一个交融 有一个充分的交流 成为一个包容的一个市场 我还是比较喜欢欧美的 欧美的可能支持的多一些吧 欧美啊 专得喜欢欧美歌手 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pop music 说唱音乐 绿涵 不同于以前 如今演唱会场地的类型也增多 以北京为例 不仅由以鸟巢个人体育场为代表的 能够容纳上万观众的大场地 以个人体育馆为代表的六千以上的中场地 以北京展览馆安空间为代表的两千多人的小场地 更有像鱼公鱼山 星光现场这样 只能仅仅容纳数十数百人的小新场所 这些大小不同的场地 为歌手与观众都提供了多样性选择 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不会吧应该因为我们也是走比较远过来的 大场的不要有气氛不要热闹 而相应的因为演唱会场地的不同 演唱会票价类型也增多 从之前的三个分类到如今的五个六个不同层次的票价划分 满足了更多不同消费群的要求 自然也吸引到更多演唱会的参与者 380块钱面额的票 买的是480的 买了580的 1280 2000万买的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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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